重大新闻 京香被人看光光了 不仅大熊一饱眼福 就连蓝胖的沾光 欣赏了一下集体的游户 正所谓好东西要一块土壳 这天放学 京香捡起地上掉的温泉书 还给前面的小姐姐 见舔狗上前开始使用心机 嘴里倒过 现在泡温泉该要多好 春暖花开的 一天成会了 想干啥就在大熊身边倒过 就不止说 小小年纪就会欲擒故动 不简单的 久总回家就把这事 告好伙伴让她帮忙出招 直接带大熊去浴室 大熊一脸问号 人家说她是泡温泉 你这不泡澡是吗 懒胖的看到她不泄认的样 在一边给她讲解 这个不是一般的地球仪 打开上面的地图 想上哪儿都行 全国各地哪儿的风景都一览无语 简直就是浴缸中的战斗机 为了精湘使用鱼块 大熊决断亲自示范一波 点完地图就跟地震似的 顺后面冲动着传送到了大杆上 给大熊扫得老脸的萌啊 浴缸突然加速 寸得大到我雾了 一冲云袖 消失在蓝蓝的天空中 到另一个地方就蹦出去了 缓过神的大熊 看她下面的象群直呼神奇 两秒钟的功夫 自己就来非洲了 在边上瞅着大象举家难浅 我只想问一句 咱得跟点大爷的不臭吗 那呼呼噜答答的 欣赏完非洲的大象 回来和蓝胖们分享着旅途去世 静香光芒的旅游全世界 小丫头真不是一般的浪荡 天然海北找汉的 今天就想感受一把世间情爱 想到一会儿就能见到她 大熊心里憋屈多美了 到静香跟前就带人去浴室 蓝胖子都整个臭的祸 不用省一段 直接又是一季足打 脸大的炫痛红 浴室里 静香安装好之后就喊银 世界不会弄啊 结果换来的又是一季足打 真不着静香咋想的 这长大不就是一妥妥的白莲花吗 只要怎么操作之后 果断选择去荷兰瞧一瞧 浴缸瞬间穿越到荷兰 看着这一望无际的花海 静香的春心不禁荡漾了 溜得完一圈回来 那小脸红出的 不知道还别让谁盘了呢 每个人家脚挺美 转身一看大熊他在浴室里处的 一刚回去给他俩顺出去 这一天想打点小算盘可真难 正当静香想去其他地方的时候 蓝胖子出言提醒 刚提到黄色的按钮还没能说完呢 静香一手折就嫩下去了 那手咱们都咋就纳气 突然地球椅上那疯狂爆红点 紧接连人带浴缸就全跑了 大熊还在懵逼呢 蓝胖子见状大事不好 最下妥了 要是不阻止的话 那浴缸就周游全世界了 啥时候溜得完啥时候回来 等他回来 静香都得七老八十了 这边浴缸带着人跑到雪山 那动丝哈的 跑阿尔卑斯山的啦 免费雪山一阵游 你值得拥有 吃汗大熊满世界追镜响 小浪提子裸奔世界 光芒去逛街 不为别的 哎就此玩 大熊他俩满世界找他呀 都找马尔代夫去了 到海边挠挠喊 没有办法扔地毯式搜索 全是静香首线惹的祸 这这块没有 紧忙吩咐下一个战场 大熊同想再见静香的时候 跟他孤格似的 此时的静香在一边汪洋大海上 那眼肘的奔铺不使劲的 吓得花油都湿涩了 大熊他俩一路干到美国 刚要跑下一个地方 静香在神像上面喊的 没等俩人倒跟铁 浴缸又穿越了 好在这回有人告诉他俩下一个是埃及 不敢搬屋 紧忙跑到埃及地毯式搜索 他一天降到那地方成绝物了 他金塔尖上呆的呢 懒胖的行人呢除了 静香不好意思啊 那炮的时候就不能穿上泳衣炮吗 刚闹跟前就穿越了 这回直接干到西班牙斗牛场 带你领落世界各地的风土民情 这俩家伙干啥不行呢 静香倒忙了 静香这回直接飞向中国长城 长时间炮澡 导致他的水里已经缺氧 再不救出来就算是完蛋了 俩人非写劲才招了他 但此时浴缸又要跑 没招了 懒胖掏出火箭炮 把大熊装里的喵子竞香就一炮 好在这赶上了 俩人安全道歉啊 看他眼前的美人一下显露飞飞了 但下一秒就被赶过去 女人吸引了海底人呢 自己纯粹的自己手牵 这小浪急的赶上小潘了 新娘 送客 冠军走好